尊敬的全球在我们好 我是唐文巴黎 欢迎收看每日快讯 自由号news将每天为您分享最新全球动态 传播最新灭共资讯 拜登新的行政命令 阻止美国公司投资 中共人工智能量子和半导体技术等领域 但是有国会议员指出 应该将生物技术和能源技术也包括在内 内布拉斯加中共和党众议员唐 培根表示 FBI警告他 他的电子邮件遭到中共间谍黑客攻击 个人和竞选信息均遭到泄露 众议员加拿德尔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警告说 澳大利亚和美国需要更积极地采取行动 以防止与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潜在的对抗 他说习近平正在让中共为战争做准备 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 中共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 是试图掩盖和淡化中共在经济方面的共鸣影响 里尔格斯在华盛顿时报撰文 中共要求人工智能弘扬 中共国特色瓦克斯列宁主义 目的是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 8月15日 雅各比资产管理公司 Jokobi Asset Management 在欧洲的首支现货比特币ETF 在阿姆斯特丹泛欧交易所上市 在俄罗斯退出 保障黑海粮食运输安全的协议之后 美国正在与土耳其等乌克兰的邻国进行谈判 以增加乌克兰粮食出口替代路线 这项由美国支持的计划 包括在10月份之前 增加乌克兰通过多脑额 违约出口400万土屋的能力 韩国总统尹熙悦8月15日 在光复节讲话时 将日本称为共享土屋价值的伙伴 他警告说 忙从共产极权主义 外需煽动操弄言论 扰乱韩国社会秩序的势力依旧猖獗 由于碧桂园债务违约引发的连锁反应 摩根大通将亚洲高收益违约率的预测 从4.1%上调至10.0% 中共新修订的板件点法生效后 一个多月来 在网络及大街小巷 相继出现了各种反间谍海报和漫画 提醒民众如何识别间谍和海归人士 此局已经引起外伤担忧